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糖尿病又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属于慢性代谢类疾病 如今医疗技术已经有了恒大提升 但是就目前而言 糖尿病仍然是无法彻底治愈的 如今我国糖尿病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多 已经高达1.4亿 而且也越来越倾向于年轻化 所以关注血糖迫在眉睫 我们都知道 糖尿病对于饮食是有严格要求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可以控制血糖的食疗方法 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 远缓擦后血糖的伤身 尤其是高血糖人群 经常使用可以帮助你稳定血糖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洋葱 常吃洋葱是可以降血糖的 首先 洋葱中含有种物质叫做甲本黄丁尿 它有降糖作用 所以吃洋葱可以降血糖 其次洋葱中含有种抗糖尿病的化合物 它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合成 临床上数据显示 洋葱的降糖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常吃洋葱也不会引起低血糖 所以说洋葱是一种比较安全有效的降糖食物 并且洋葱可以维护心脑血管健康 洋葱是所有蔬菜中 唯一一种含有前列腺素A的食物 前列腺素A能扩张血管 降低血液粘稠度 因此它有降血压降血液粘稠度 预防血栓的作用 洋葱比较有刺激性 这种味道能刺激食欲 帮助人们进行消化 此外洋葱还含有植物的杀菌树和大蒜树 大家知道 大蒜树具有很强的杀菌效果 因此常吃洋葱对抵御感冒病毒 预防感冒 还有未尝到的一些感染疾病 有非常不错的效果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木耳 黑木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使用的一道食用菌 有树中之荤的美誉 黑木耳能够帮助我们滋补强壮身体 还能够帮助我们补血活血 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我们先加入一勺淀粉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木耳泡发15分钟 15分钟之后 黑木耳就泡好了 我们先把黑木耳清洗干净 加入适量的淀粉 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木耳表层的一些杂质和细菌 黑木耳也有肠道清道夫的美誉 就是因为对于那些患有便秘的人来说 适当地吃一些黑木耳 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这种病症 因为黑木耳中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多 而膳食纤维进入我们肠道中 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肠胃蠕动 有一定的润肠通便的效果 木耳还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相关病症 因为黑木耳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K 以及钙质等相关营养素 这些物质进入我们血液中 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我们抑制血液凝块 从而帮助我们降低心脑血管疾病所产生的概率 另外肠吃黑木耳还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因为黑木耳当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 铁元素进入我们体内 能够帮助我们补血 我们气血充足的时候 有利于我们肌肤进行健康的生长 把黑木耳清洗干净之后 切成小块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西红柿 西红柿既是水果 也是蔬菜 且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 日长生活中 很多爱美的女性在减肥的时候 不吃主食 只吃西红柿 西红柿脂肪含量是非常低的 并且西红柿含有非常好的降糖效果 也是糖尿病人的食疗佳品 西红柿当中含有丰富的苹果酸 柠檬酸等有机酸成分 这类物质可以促进人体胃酸的分泌 增加胃酸的浓度 对脂肪以及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可以帮助肠胃疾病恢复 西红柿抗血栓的作用非常好 可预防冠心病 心肌梗塞等疾病 西红柿营养价值特别高 还能预防疾病 经常吃可以降低患上冠心病的概率 而且西红柿还可以预防患上心肌梗塞 动脉硬化等疾病的发生 西红柿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在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糖尿病人可以适当地吃一些鸡蛋 不仅不会生血糖 还会帮助我们补充营养 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蛋白质 我们先把鸡蛋用筷子充分地搅散 糖尿病人如果胆固醇不高的话 是可以吃鸡蛋的 如果胆固醇高的话 我们最好控制一下鸡蛋的摄入量 蛋黄最好要少吃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锅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我们继续开大火 把它煮上5分钟的时间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5分钟之后食材就煮好了 再把鸡蛋液倒进去 鸡蛋定型之后 我们再用勺子把它充分的浇下 出锅之前 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适量的橄榄油 把它搅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汤喝起来非常的清淡可口 也非常的好喝 并且营养非常的丰富 不但不已生血糖 还会帮助我们控制餐后血糖 糖尿病人经常喝这道汤 对于餐后血糖的控制 有非常好的作用 这道汤 经营糖尿病人 最好放在晚上作为蛋餐的使用 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主食的摄入量 如果可以的话 尽可能的就不吃主食了 如果是糖尿病初期的朋友 经常喝这道汤 对于糖尿病血糖的控制 是非常有效的 糖尿病患者尽量不要喝粥 主食可以吃米饭 馒头 花卷 饺子 包子 面条等等 关键是要有量的控制 也可以适当的使用初量来代替主食 尽量少吃地瓜 土豆 粉条 藕等含淀粉多的食物 并且要经常监测空腹 以及餐后血糖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东东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下个视频 下个视频